嘿 大家好 我是Chill 今天來到這個富姬彩莉宴會廳 然後呢 這個是一家富姬的那種宴會餐廳 然後它有很多分店 然後我在淡水之間 然後他就辦這個吃到飽活動 然後今天來去吃吃看 因為今天復興節是找我爸一起來吃 然後家人一起來吃 然後這不是他門口 長這個樣子 其實還蠻大間的喔 這邊是他菜單的價位 這個是他吃到飽的菜單 然後他有提供水跟葡萄汁可以隨便喝 一早餐 四季肥腸 但是因為今天禮拜一修飾 所以就是他們餐廳最後一塊 肥腸 還有這個是一種 用炸的然後還蠻脆的 來了櫻花蝦炒飯 裡面好像也不錯 油油亮亮的 這個是糖素排骨 炸海鮮捲 海鮮捲的沾醬 吃吃看炒飯喔 還不錯 中規中規 吃吃看糖醋海鮮 還不錯吃到這個 像一般喜宴會吃到的 我要吃海鮮捲 海鮮捲有整隻蝦魚 可能被我咬進去了 這還蠻好吃的 吃飯炒的很好吃 這個是腹肌三丁 沙拉蝦子跟這個是雞腿 脆雞腿 甚至一樣是金棗雞捲 這個是蚵仔酥 大仙蝦 然後還有蝦餅 已經被夾過的高麗菜 吃吃看這個 沙拉 沙拉蠻清爽的 然後裡面很大的干貝殼 這個很好吃 不錯 高麗菜就是一般炒的好吃的高麗菜 沙拉蝦 沙拉蝦蠻好吃的 裡面蚵仔蠻甜的 金棗雞捲 這個金棗雞捲好吃 沒有那個金棗味道很香 這個要點 這好像酒菜拼盤裡面有 然後還有蝦子 吃吃看 最佳 最佳那個 酒味還蠻濃香的 另外這個金棗蠻推薦的 因為都是蚵仔酥蝦捲 蝦餅 是那種比較好的那種 蝦餅 糖炒蟹 什麼樣好吃嗎 它不會因為 說是因為這種價錢比較薄 然後就給你爛爛的東西 這個蟹肉是新鮮的 而且沒有彈蟹 花椒三四根 金燒鰻魚根 黑胡椒牛肉乳酪餅 然後把這個乳酪餅裡面 包這個黑胡椒 等一下來包包看 加在裡面 好 我們吃吃看喔 這個有點像 早餐店的那種 丹麥起酥寶 但是它的這個 外面的起酥皮 比早餐店的還要好吃很多 它剛烤好 很酥 然後沒有油泡味 然後配上那個牛肉也很 滿嫩的 蟹粉茶碗 這裡面有東西嗎 弄得有點亂 就是看一下 有個蛤蜊 然後有些東西 給它來吃吃看 這邊吃吃看這個蒸蛋 有這個蟹 蟹肉棒 然後 不會太鹹 蠻好吃的 蠻有鮮味的 鮮蛋苦瓜 苦瓜 鮮蛋苦瓜不會太苦 然後還OK 是金沙杏鮑菇 吃吃看的 杏鮑菇 杏鮑菇這個蠻好吃的 蠻多多汁的 屋面蠻鹹香的 三杯田雞 吃吃看三杯田雞 它給的那個裡面的 那些料蠻多 田雞還不錯的吃 基本上沒有什麼缺點 這個是白玉酥 白玉酥 這個白玉酥吃起來 還是像某一間老牌的 港式餐廳的 蘿蔔絲餅 但是它的那個外皮啊 就是 比較厚一點 所以我 嘴巴它比較小 然後 咬了兩口呢 都 有吃到內餡 但是 含量不是很多 糖醋魚柳 吃一下糖醋魚柳 它的 糖醋比較甜一點 酸味比較少一點 不會也是好吃的 酥秋刀魚 來吃吃看秋刀魚 刀魚 煸製的很好吃哦 然後入口吃話 真的好吃 蛋乾 香皂的蛋乾 來吃吃看這個粉乾 蠻開胃的 這是蒜草松阪豬 這個乳酪絲餅 如果你不能吃牛肉了 你可以點松阪豬 把它夾進去就好了 這樣我不能吃牛肉 是不是覺得很讚 吃吃看 嗯 這個必點 因為我們已經點了兩份了 這是荔枝球 不代表像荔枝 吃起來不知道想像 豬豬你要吃這個粉紅色的對不對 對 咬得下去嗎 好吃嗎 是什麼味道呢 甜甜的嗎 還是鹹鹹的 草莓 草莓嗎 嗯 裡面看起來 薄黃黃的是什麼 我來吃吃看 哎唷 爆汁 是鹹的耶 然後 它的外殼啊 就有點像是那種 米去炸過的 然後裡面的 那一圈這個白色 有點像花枝丸的口感 然後裡面這個是蟹黃 我們在酥雞卵谷 吃一個雞卵谷 比鹹酥雞還滿好吃 厚枝白斬雞 吃個厚枝雞 冰洋冰洋的 滿好吃的 加點的牛肉 對 紅椒鰻魚 對 這個肉了 沒有了 吃吃看紅椒鰻魚 這紅椒鰻魚還滿好吃的 好 這邊酥酥了 然後裡面 軟丟軟丟了 然後來到泰式海鮮沙拉 這個還不錯吃 口味 耶 芒果沙燒 多容易 來運 吃飽了出來囉 好啦吃飽了來總結一下今天用餐的感受 首先是它每一個東西呢 都準備了很小盤給你 讓你可以點很多種菜來每一種吃吃看 我們今天點了大概有30個菜色 當然有 4-5個是重複的 因為覺得比較好吃 那至於哪一些我覺得比較必點的呢 依菜單的次序來看的話 我覺得是 富雞三拼盤 和風沙拉我也覺得不錯 黑胡椒牛肉乳酪絲餅 花椒三絲羹也還不錯喝 青草高麗菜 雖然沒什麼特別 但是還是好吃的 然後荔枝球看起來也是蠻有趣的 裡面還包著魚蛋 櫻花蝦炒飯 我們家的阿嬤覺得很好吃 避風糖炒蟹也還不錯哦 算是新鮮 綜合生魚片呢 是新鮮的 但是如果要吃好吃的生魚片的話 還是要去日本料理店吃 最後四季肥腸跟炸海鮮捲 我也都覺得是很不錯的 富雞三拼盤裡面那個 金藻雞腿也是我蠻喜歡的 因為我吃過非常多的吃到飽了 整體而言這間店不算是驚艷 但是絕對符合你的期待哦 以這個599加1成的價錢 我覺得是CP值很高的 最後呢 我還是要跟所有的天下父親都說一聲 父親節快樂 還有我自己 謝謝大家 大家拜拜哦